二樓屋内烈焰窜天 全是大火把屋内烧成一片火海 容易不断往外窜 消防队员挤拉水先灌溜 因为屋内困着 一架气口 消防车 消防车 走 小朋友先走 消防队员狂奔找救护车 因为怀里抱的女童 已经没有意识 小脸蛋照着氧气罩 母亲在救护车上都急哭了 因为四个孩子全困在火车 还有一个 再一团 再一团 大姐被救出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现场CPR抢救 还是回去法术 家中小弟只穿一条内裤 满脸惊恐被带出火场 脚上还有伤 却急着找爸妈 小女儿 应该跟女儿 跟女儿喜欢得 找个照片 给你找个照片 屋主为了救七小 整张脸被浓烟熏黑 第一时间逃出来他骂 也只能眼睛睛看着 家被大火吞噬 我一三楼在滚 我早上就要不要一样 我滚山就都烟熔出来 我肯定是在那里 你都要热热啊 那四楼 三楼 大楼够子的 四楼够子的 四楼够子的 这两楼 两死火警发生在高雄 起火当时一家七口 腰地睡二楼 阿嬷在三楼 双亲跟三个女儿 分别睡在四楼的两个房间 相对于初判 也是二楼客厅的电器起火 十二岁的大姐 跟十五岁的二姐 送衣服去 邻居隔着铁窗 拍下烈焰浓烟 起火当时 疑似因为巷弄狭小 水烧只能停在两侧 根本进不去 一家七口住的四层 不添错 在四号的凌晨四点起火 恐怖的四四楼抢河 过了前夕 七口之家 添了梦碎 这场容容佩如 告诉我道